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古时代这个这个森林很多 森林很多在贴迹资讯的贴迹工具之前是不可能被开发的 那么我们国家意思上也很清楚 就是在先秦中国的这个江南地的这个人口是很少的 有一些军民地军民点但是非常无力 那么八天的那个土地开发是在花贝平原 那么花贝平原呢这个跟西方相比的话 它就是一个是靠北 第二个条件就是降雨量也有但是不多 那么这样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古代的那个列宗里中受到最大的一个限制 那么大概就是从最近一万年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人类历史的持变 就是农业革命 此前呢就是说人类主要是一权一权的就是说产纪啊法利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那么在当农业革命以后啊就是说我们的列宗里中就住下来 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就是发现的那个新17时代的这个居民点 开始重装掉的那个列宗里中的那个居民点呢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超过了一万群 那么就是说最密集的地区就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就是山东山西 河北河南和山西这一带就是在黄土流域 那么这个流域在西方呢就是说像欧洲它也是一个一个很很很多森林的地方 所以它也开发不出来 那么这个在地理条件上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局限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列宗里东西是通了什么方式来来超越这个这个这个限制呢 那个这个里面讲了还王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青春高染东西以后啊 就是在我们国家西北上有130万平方公里的荒芜 那么这个荒芜呢就是说它受西风作用很强烈 这样它就飞去一个黄土包卵 这个黄土包卵是40万平方公里 然后在暴雨和黄土干支流的作用下就说 就形成了这个花带平原 花带平原是结界40万平方公里 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的那个酱油量曲线头 这个是400毫米的那个酱油量曲线 现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个长城是重复的 是一个龙木龙木野的生界线 那么这个密封的圈就是黄土包卵45万平方公里 那么这个是 那么在这个这个人类早期历史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文字还没有产生很多具体的情况 人们不清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就说有一点很很很清楚 就是说从我们先离开始发明工业 到最后能够就是说把整个花带平原占满 这基本上就是从中占过时代 那么在当时的整个人类历史上 还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 就说大片的平原被全国农业人口占满 那么在这个占满的过程中呢 他也跟其他的非农业部落是有充足的 那么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占主要大概分两步 第一步就是说在农丁最有效的那个平原地区 把刘莫布鲁就开极区去了 那么开极区去以后 刘莫布鲁就密集分布在山区 那么在这个山区里面呢 就说卡林农与民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个战争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呢 就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战争的密集区 就主要是在这个平原或山区这个交界线上 比方说第一个地方就是说在这个湾中平原 或者他周围的山区像川庸啊像贤人啊 这样一些布鲁 幽默古鲁的长崎兵 周文王他们就走列独列宫在那里倒杖住 那么第二个就是太空山这个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的这个幽默古鲁 力量也是非常强 而且比龙业民之后在平地的这个圣经也彻底 他的平地找不到这个落家点的话 那么他就越是集中在山区 那么他的力量就越强 他越是对附近的农业部分构成威胁 我们知道就是说 直到这个前世皇帝我们照顾之前 那么照顾就是说长期干这个活 就是说有一个名叫叫礼墨 就长期跟新同人当 那么这个这个里面呢就是说 如果把握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低低特点呢 我们在一些历史历史状况呢 叫做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可以有比较丰富的异点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周 那个就是周文王 周武王他们不要跟周王族斗争 把他打好 然后比如他分封的军国 像齐国像鲁国 像像像这样的一些国家 都是在大陆圆中部 他有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 整个的关东盆地 大概是三万九千平方公里 其中的平面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地区里面 我们看到他四面老房 是被那个有某一个包围区 那么这个战争成本就非常高 我们还知道一个情况就是周文王周武王 在国家的西湖里面 就看到他们非常齐聚民众的西湖 这在战争那个布兰状态下 都是很正常的状况 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下 整个民族 整个部落 整个的那个那个 这个无论是富贵人家 还是普通人家 他受到的威胁是一样的 在敌人面前 他那个承受的压力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个上下一日 那个精神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孟子有一个说法 叫生与幽幻死与安怒 那么周人那个长期 处在一个幽幻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进的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他内部的上下谈结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儒家后来非常肯定 那个周文王周武王 特别是周公他们的一些制度的创业 这个制度的创业有个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来上下同域 就是公抗外体 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发展出来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说 一个很重大的历史转折力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只要东西里面 占到优势以后呢 我们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的 转折点就是 战略的揭界认 就以前呢 主要是跟外人 在那个旧世纪时代 就说人类是 靠大自然生存的时候 跟老虎跟豹子 这些这些进生存斗争 那么在农业开始 游牧古董的时候 就是农业生产方式 并游牧生产方式 这种方式的充足 那么这主要围绕 是山术展开 那么到了那个 农业民主 取来重大进来以后 取来 农业民主 跟农业民主 跟农业民主 赌斗了 那么这个斗的时候 就是说 农业民主 已经产生了历史 这个记载就非常清晰 这就是春兽战略时代 那么 春兴侯时候的斗法 主要是 格国邦国的内部奏 那么 这个 具名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也有一个说法 叫 四军三十六 王国五十二 只有奔走 不可保持 国者 不可身手 就是说 各个地方的这个 这也不是 普通的人民 跟统治阶级头 而是统治阶级 对于下层统治阶级 中层统治阶级 跟上层统治阶级 跟上层统治阶级 就是说 中下层统治阶级 要夺得尊位 那么是这样的斗 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在整个历史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上层走 是怎么会变化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 君子白家真领的时候 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那么到了战国的时候 就有另外的方式 就是主要是 各个统治阶级 和被统治阶级 都团结起来 对外 把别人力量 自己以后的更大的安全 那么这个就是说 这个过程的结果 是最后出了一个 形式法 前国统一 因为没有这个方式的话 谁也没有能力 来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那么在春秋之间 我们知道 有很多很特殊的情况 我们知道 他进过最开始的时候 是在 在山西这个地域 那么好了 我们知道 这个山西今天的状况 我们很清楚 它是5.6万平方公里的头地 80%是3% 那么这样的就是 农民能够占地的头地 是非常少的 那么有没有 民族的人口是非常多的 对他们的威胁很大 那么这威胁很大 那么我们就看到 后来的一个历史现象 本来那个 魏国 这个最开始 公安县453年 三郊北京以后 魏国的那个 然来的中心地 是在安逸 就在近中土地 后来他搬到 那个开封的大远 那么造国 原来在泰远附近 那么他就搬到寒南 那么后来那个 在春秋中期 那个齐国兴起的时候 他为了帮助燕国 对付三龙 那么最后来就说 他把那个 后来这个 三龙强大起来以后 他就把刑国 魏国给拔爬了 那么后来齐环公一看 这这么这么强大的 这个三龙 这个九五名都打 不是个事 就把这个魏国 迁到这个黄埔以东 这个头是现在的 这个不准其 当时的这个黄埔 是在河北中部 一个地区 那么我们看来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 在历史上 我们知道就是 桑舟王 也是住到荷兰安养 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那个 战争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而且这个人 历史上 堪移所会打仗 但是我们知道 在非常穷困的古代 这个战争 对这个 基本的这个生产条件 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当时我们知道就是说 有一个很具名的说法 就是说 吴国灭亡以后 就是说 那个魏国的尊臣在一起 这个事 那个我问一个人 叫李克 他说 吴国为什么灭亡 这个 李克就告诉他说 他因为他受战处胜 就让他点打几仗子 打胜了 这个国共同学 感到很奇怪 他说 点打几仗子 打胜了 这个应该很好的一件事 怎么反而被灭亡呢 那个李克 告诉他说 处战者名匹 处胜者主教 以教育之疲 所以 此其所谓王力 他有什么意思 他说 点打很多仗 老百姓就相当疲惫 而且因为原来很多生肠的统治阶级 就变得很焦痕 那么这很焦痕的统治阶级 从一个这个疲惫不堪的老百姓 所以他就灭亡了 那么这个不仅是在那个圆谷的时候 农业生肠水平很低的时候 就是唐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战争对老百姓的那个 普通的生股条件 生股条件的生股 还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军免斯人豆腐写个三笔 三笔 就写到 这个安始自然的战争对 普通的老百姓的生股条件 生股条件 过外这个严重性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今天自先行使命 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战争和国家 整个产生的问题 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中国时代 有一个很很重要的那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 就是说文明的产生问题 一般的文明标准 主要是两条 一个就是社会已经产生分化了 不是软件社会的 共产组织状态 产生的阶级 那么我们知道 在古代 这个私有质发展 不是很 不是很 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 这个统治阶级 和被统治阶级的分化 那么这是一个 因为这个相关的 第二个标准就是 国家的产生 就是说有强制性的暴力 少数人掌握这个暴力 可以剥夺多数人 那么这个标准呢 是从 基本上 主要是从 埃及和 现在在伊拉克 伊拉克建制的 就是说这个 两国流域的文明产生的 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 特殊性的地方呢 这两个地方呢 降重量都不超过 200毫米 这就跟新疆百国的 沙漠是一样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换来 就没有努力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它因为是这种条件 它的光照条件非常好 只要有水的话 而且头上肥过的话 它的农业就暴霸了 大概在公安前 三四天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 就已经有 非常大的灌溉工艺 当时它的工艺 是兴望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 根据西方的历史学家 复原的那个材料是这样 就是说 它这个工艺呢 主要是 种植是大麦 那么大麦 在中央区以后 就是说 它的那个产肠 能够到种子 数量的86倍 而且每个 每个农民的 生产的这个粮食 能够够自己家庭 吃几万 还多几两倍 就相当于说 种一年 然后可以 可以几两年 那么这个地方 它的工艺产生以后 它新手的发生 高度的数位更化 而且新手的就有 城邦国家 新手的就发生这种战争 然后在战争中 产生很多的帝国 那么 其中最具名的一个 我们知道 就是汉莫拉帝国 那么这个 这样一种发展 它有一个很很重要的特点 是什么样的 它最后就是跟西方近代史 就工艺化以后的近代史 非常类似 那么因为这种类似 所以它后来这个 历史学家 西方学界的青睐 他们大家都 跟熟人打招呼 那么这个最后 就把它确定了文明的标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像在这种 就是跟中一年 可以多于两年粮食 这个不要说在古代 就是在现在 都是非常反常的 为什么是非常反常的 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在当初的时候 我们不像现在 就是说有很多的那种 机械 那些那些那些 像我们现在 中国的农民 它能够跟中 跟来 安平的水平 这个口碟的话 大概它重一点粮食 能够多于一年粮食 那么我们国家 在汉代的时候 那个农民做的最好的状况 是只能跟三与一 就是说 跟中三年 能够有一年粮粮 就是说 农民生与水平 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个百分之三十 跟百分之两百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在近东 近东这个地区 他们的这个王国产生 他的国家机器完备 他的战争的重新化 都没有审害 他根本性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生产条件 那么在中国 就不是这样 那么 我们刚才说到 这个那个 那个 李克 包括魏文后的那个 战争这两千人 这种审害 最后倒是王国 到底战争哪一 呢 因为整个社会的 根本的生产条件 生产条件被破坏 非常严重 也不可能生成 那么这个 对中国的政治演化 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我们知道儒家里一个 很具名的说法 就是 德人心者 天下 对吧 义丁夫人 就是非心腹也 都是讲这个 那么这个是 非常深刻的 一个历史经验 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三代的时候 在下代末年 就有一个 残暴的中国 叫夏吉 在三代末年 一个三周 那么这两个人 都是武功很抵振 那么他 武功很抵振 一个很巨大的方法 就是他有很多常备军 他们呢 是对周围的邦谷 和精灵击破坏 配合他 交付付或者付水这些 那么在 这么穷的农民 这个条件下 他养一只常备军 实际上已经超过 再生集团条件 所拥取的最低限度 最后他又破坏了 在各个地方的 这个生产条件 那么这样就不能 引起人的那个 其他困难 我们知道有所 在商康 他他开始 讨伐夏吉的时候 他地盘都很小 大概就只有七十里 这大概相当于 这个今天的人民公社 整个水平 那么这个周文王 开始策划这个 八周的时候 他这地方只有100% 那么他的力量 就软软小于那个夏吉和商周 为什么他的赢呢 有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 公民特别兴奋的情况下 你想一只巨版 常备军 这个耗费 包括你行政系统的耗费 软软超过他的一个 能够承受的条件 结果就导致很多帮助 或者反叛他 那么后来这个孔夫子 这一句话叫 周文王的时候说他是 三分天下有其二 这个理念肯定 第一个肯定 有一个业重美化 就是说 他肯定不是因为 道德感到立 新人正在进入 而是因为 上周王的这人特别多 所以从反向 做成了一个政治动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肯定也不是 周文王非常特别大 为家父那么多人 而这个人就说 他这个庞大的 这个那个国家机器 很大的成为 所以这个费用 交了很多帮助 到处吧 要为了生成 必须反抗 那么这样呢 就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在从下代到这个周 周朝 这两个 接近两千年时间里面 中国的这个上层 国家机器 一直不完善 只要已经完善 就必须 构成一个非常高的 这个夹炸成本 那么很多人就很容易的 在反面 在体制外 它就动软起来 这个反抗力 最后推翻力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变成了一个 中国的先进室 跟西方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在近东地区 农业革命以后 它这个很快 也有万代工业 那么在非常华大 富裕万代工业机场上 它能以讲 和一个政治上的 这个高度分化 国家机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把这两个过程放了一块 但是这个东西 在中国就第一次上受到抑制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 中国这个基层的走织 就是说 作为一个根渡区的 这种 沉入水平的 这个走织 非常完善 就是说 从元古时代 最开始 孔夫子的一种描述 是大同 大同社会实际上是一种 公有制造结构 它就共同分别 那么到春秋时期 这个大同已经挖解了 挖解了以后 它还有一个走织 叫井田池 井田池 井田池实际上是 土地公有私根 比如说家庭委 根组单位 但是它土地还是公有 它很多那个 像 像种子 像那个 这个 饥荒 这个还是能够 紧密活作的 那么这个 紧密活作的 寄层走织还存在 导致的造反 非常容易盛行 就很容易成功 只要里上面有一个 残暴的根据 有一个 完美的国家机器 有一个 有一次很大的成为根 那么这个 能够进入在底下 造成很多个帮助 比如说公社水平能 跟帮助的联合 崇拜的性能 之后的力量 发力推断 那么我们看到 夏商周三代 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状况 那么后来 周五王 周五王他们 就是巴州战争胜利以后 他又接受了这个教训 还有 我们上书屋层里面 颁度有一个 说周五王发生了以后 的燕武新闻 他说他 流放于桃林之影 马放于华山之影 后来我们也有个 通俗说法 叫 刀伤酷 放人山 这实际上是从周五王 解散 解散常备的 那个经验里面 得到来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实际上在 我们强调了这么多 一个很根本的恐惧 就是说 在一个很平均的 农业经济里面 就是说他第一个 就是他基层走资 必须完善 要不完善的话 个人家庭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来 就是说 应付这个环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不支持这个上层走资 上层走资 只要一产生 那么他能够 能够很快的把它灭掉 那么这是一个 很大的特点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告诉中国历史 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 在西方人很认同的 就是说 现在成为 应该不是那个 国际学术的一个 规范嘛 一个标准资路上面 中国文明里面 那个上层走资 就非常落后 直到春秋战独的时候 才有 比较完善的国家机器出来 那么这很多历史学家 对这个事实 就感觉到不能接受 所以他在106年 就很容易 叫做 走平 比方说像在大温口 挖出这个墨藏 有的人是当品多 有的人是当品少 他就认为这个 已经产生了社会分化 已经有了阶级 而甚至推进 还有私有制 但实际上 不是这个状况 我们知道 叫做这个 几年是在 战略时期采华底 那么这个工友 是不可能在那个 农山古化之前的大温口 使其产生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曾多远已经说虾 一个很基本的 他之所以说虾话 而且说虾话 在那个 学界尘封 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西方来的 那个学术典范标准 跟中国的历史 现实中间 一个最大的落差 而这些历史学家 也不让你接受 这种落差 那么他就想方设法 成全都这个史料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说 这跟我们一些先进 主持的思想 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这个 那个基础社会的背景 我们今天 以前最恶劣的一种 像那个 瑞基玉 变成这个 中国哲学史 所掀起的 主持的时候 在这种 唯无论 认识论 辩证法 这三条 切割他们的思想 其实他们描述 这些方面的这种 就算他们 真从他们 画里面 解读出这个内容 我相信 也不是孔子 那是他们原本的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要 一定要把这个 中国的这个先行的思想 跟亚里斯多德 跟那个 法拉罗 这些人进行比较 其实它 之间也不科比 那么真正科比 来 另外之外 那个解读的历史背景 就是三代的时候 这个农业非常穷 和不支持上层的 那个 强化 政策化的 比较激情 到这个背景 放着一个基础的话 放着一个 一个思想产生的来源的话 再去做那个 孔子 孔子 和老子 我相信大家能得到的 那个 那个 底解识法 不一样 那么除了这个情况以外 还有一个 另外的情况 就是说 方舟比农业的特点 我们 我们就是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一个公司叫生产地 决定是能关系 生产地 历史 历史变得最终重 那么在通过 这一段历史里面 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 生产地基本上保持不必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国家现在 有很多那个 农学家 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 就发现 就是说 像木头 石头 这些工具 在黄口地 这样一个 它也能够 做的比较好的 更多效果 那么这样 就是说像 早期之前的这些 铜 和铜 这些东西 就很少用来做工具 一个很基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 软咬的工具 效果已经很好了 那么新工具 它的效率比 就很差 太贵 但是你能够产生的 正面效果 却很小 那么这个替代 就一直不能完成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中国的贴系工具 实际上是到驻贴 发明以后 贴系非常便宜了 在勤寒之间 才慢慢占到优势 那么这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中国的早期 那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间 生产力的条件 基本上不并 那么并是走质条件 我们走质条件 也就是说 区分为一个 一个是下层走质 下层走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基层的家庭 不足以进步 各种意外情况 那么必须要有一个 最低限的 称动水平的合作 才能够应付 那么这就是 这个军天志 叫做景天志 瓦解的时候 孟子他们感到 歧动取上了一个原因 而且不禁孟子 喝到我们国家 两千多年的余生 一直在做这个景天志的梦 为什么呢 一个很新的原因 就是基层走质 没有那个很合作紧密的 基层走质的话 农民就没有办法 应付过程意外状况 那么农民不能 应付过程意外状况 就是商人 进入 富农 带着提供过程机会 那么这个理念 就很容易产生 就是说 农民从头皮 跟头皮相互分离 农民跟头皮分离 达到已经受量以后 就对 房产政治的问题 产生更新的威胁 那么这个问题也叫做 从基层走质一 瓦底 就持后两千年都没有答案 所以这个解释 解脱先进 这个思想 中国人有持有的生命力 这一个革命原因 那么这个非常摇摆的问题 持后的意思里面 一直找不到答案 那么于思念 比如说这个 于思念 毛先生呢 他有一个解读 他说 如家和华家在持后两千年里面 政策争论 根本问题是什么东西 一个是 于要就长期要报警察制 实际上是要恢复 那个基层走势 那么华家的长期要报 节省资本 实际上是相应 王团政治的规范的 那个行政系统 来保证 我们的身份条件 身份条件的稳定 来从而保证 那个皇家政团的 那个直直生存存下去 但是他这两个 都没有办法推行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在皇守地里面 就是说 怎么样来看中国与西方的 这个破坏历史的差别 那么在 在早期的 这个古文化的历史里面 就是说 最重要的这个理论讨论 是在日美学里面 里面发生的 那么美国有一个学派 叫新津派的学派 他们 这个SD 我还有特别的一个观点 他就是说 文化的替代 实际上就是 以 那个 开放环境能量的 这个效力 来做标准 那么人分能量水平 低的文化 将要被这个水平高的52T的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反映在中国历史上 就是说 有两个特意 主要是冬命和 国民的 这个中间的 争夺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在3D 我们刚才讲到春秋的时候 在3D和平地 中间还有很多竞争 那么最后的 实验长城 这个 风俗线 这个飞舰线是秦始皇完成的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在山西和靠北京的这个国家是两个小屋 一个是烟墓 一个灶 他们地区非常有限 他对那个星楼的障碍发成这个箱齿状态 始终作人解决问题 那么后来这个秦始皇统一了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秦始皇 因为他 他有钱过这么大的本钱 他又派了农田 去派了30万人 把星楼赶到长城 已经回去了 什么这个赶去了以后 这就后来变成 中国历史上一个 基本性的那个外患 就是接种长城 给旅游民族的战争 比方是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替代过程是两次 第一次就是 从平均人到山区 第二次是长城内到长城外 那么这个 那么在这个理念呢 就是说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史学家 像考古学家 人生学家 或地史学家 在研究先天史的时候 很强调国家和社会分化 基本上是政治方面 但是先群如雪 经常强调的是 今天最强调的是基层走子 强调的是生产方式的完整性 是这个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中国历史上 实际上就是现代研究中间 已经经常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职举量不同意 然后政治举性就不同意 只见了一种状况 那么人比较强调经济 强调生产方式的完整性 那么它居然到了 它一种态度 它反对那个 整个社会的 比较高的分化 反对那个社会权 一个强调力的那个国家 气候 可和 成为人这样的制度 我们知道就是说到汉的 秦汉时期 很多人还是坚持要到分封制 反对同一间的国家 当然这不符也是常论 但是它的整个问题 意识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对比以后 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反差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 就是我们从古事以来 中国差不多这个 引进西方史学有100年 但实际上 现在我们是在先天史的领域 一直还是跟辱家在认认 为什么我们对辱家认认 一个很根本的 对辱家对历史的控制 它不仅是说 从大洪到小康 提供这样一种历史 领域的事业 这么简单 它的那个控制 非常彻底和前面 它一直渗透到什么东西 一直渗透到那个史料形成过程 第14事件发生了以后 记载成文字 然后怎么解 传下来 这基本上是一个编码过程 这个编码过程 也控制了那个领域的手段 而且先进的编码过程 原始的那个史料 是第一次编码 后来有一个很透明的情况 先是往翻书 翻书以后 很多古代典 其实在汉代 被疏于周国的 还流传下来 那么在疏于周国 这个过程中 瑜伽并有绝对的 这个主导优势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 先前实验 就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像上书 诗经 春秋 这些 这都是受到 瑜伽非常深刻的 思想渗透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这个 史学家 得出知识的结论 他非要想尽一些办法 弯曲 或者说 想尽一些办法 变通来解构 这些思想 所以他在 对瑜伽真正的时候 就会是去 非常不利的状态 不仅要提供一个 新的这种 历史观 历史理论 而且还想办法 让人们相信 他的结果 对瑜伽家的 这个记载 更可信 所以这个 也限制了 他们的承诺 特别是在 过去六十年来 我们这个史学 也发生两次一半 八十到八十万 那么四九年以前 是一种解构方式 那么到四九年以后 他们用五阶段论 打开了一次 那么到七八年以后 他们又今天 另外一次 七八八十多大当官 那么这个 就很不利于 现在这些史学界 其中的自己的 共识和理论 也不利于 他们反驳 瑜伽 我们今天之所以 这么讲 就是因为 他们整个的 那个思想控制 里面的弹端 也完成 所以我们还可以 可以讲到不同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转开 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 就是汉字 一直很努力 儒教的经理 我可以飞来这些人的结构 我自己可以去看 都的结构 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 讲的一部分也是 也是乐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说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它有一个很深刻的 那个社会背景 就是周代风筝以后 就是说 解散常卫军 就是说 不实行 最高国家机器 是下面的国力 然后向社区赴船 我们知道 就是孔福斯 非常欣赏这个 周公自立卓越 这个过程 那么比以后 越这样的一种方式 既不是政策的管理 甚至也 站不上这种 那种这种 无论控制 它用这种 感变得感情 用集体的活动 这种方式 把大家的感情 把同 把大家的利益 整合起来 这种方式 有同城生活经验的人 都知道 这只有非常熟悉的 那个很小 贪贪的 和称赋学义 才可以实施 那么周公自立卓越 实际上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不用法理 不用有行政管制 这种手段 去介入社会生活 去介入 整个的社会生活 生产条件 那么最后 它实际上是一种 像社区放弹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儒家兵 后来的那个 法医家的一个差别 在这里 法医家 就是我们整个国家 就是国家机器的产生过程 就是从观众 后来的尼克菲 商鸯 韩非 秦始皇帝斯 这些人 基本上就扮设 完全强化过程 这些人都肯定上层走势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诗面 然后先生就就讲这个 发肩节制资本 那么 发肩是一条台 一个一个一个观念 因为基层社区外 在农业生产方式不完整 那么流民很多 这怎么办呢 他们就时时刻刻想着 用国家政团的这个规范化的办法式 去把国家的生产条件滚离住 所以他老是搞变法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 也搞了两千年变法 但当然就没有成功 这著名的其实叫做汉武帝的 商鸿洋的 荷兰市的这个 宋代的黄安石 名赖的这个张朱镇 他这所有的变法 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要从 维护王传 稳定性出发 要维护 基层 老百姓的 生产方式的稳定性 都是这个项目 为了维护这个 他实际上跟什么人有谋论呢 跟像 像农民收州的 像农民收高利贷 像农民叫做高脚买产品 就给地主富装商人 高利贷 给这些人有谋论 所以所有的变法政策范围 基本上是 叫做通过王传政策 农民进行这个要求 来认识 叫做那个 经济基因的 这个发展支付要求 降低的这个 小农的刻度成功 从而保证 这个生产相应问题 进而有多多 他基本管理都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 虽然与较大法 给国家继续形成 但是地史 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地史很有讽词意味 这个文文侯 尊臣讨论过了 就是我们这个 国中党战争 高战争的别人灭亡 结果 我们这个国家 后来就是 以组合国为单位的 为政策单位的 相互之间的 坚军战争 就是温宫后挑起的 因为他 他当时我们知道 就是温宫后来的 温宫这个国家 他是从三家分进出来的 他在进过的 那个大框架下 他就已经发生了 六亲争传这个事情 那么六亲争传 他们四个人和伙 把另外两条给干掉 那么身为四家 后来那个四家里面 最强大力量 自家就顶着韩国和温宫 是围困造过 那么在公园 四五三年这一年 发生质变 赵鲁文一定用反贱金 把韩国和魏国动然过来 三个人和伙 把治国给灭了 那么这样 他们要三年 把治国给分掉了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魏国 他有一个 从这个过程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那个经验 就是说要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那么这样呢 他就是 他把这个国度 搬到八两区以后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 东面是祁国 北面是造国的烟雾 西面是祁国 南面就是 除了这些小国之外 就是跟赤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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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到魏国死了之前呢 他每一个祖宗国 都在他抬一张 最后就是说 变成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到春秋的时候 之所以很发生 很四分立国这种现象 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 国祖宗国 东面从北尊 那么他一变成 以后就加上兵役 最后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说 魏国把自己的 人类比方说 奔上了十万 那么秦 他就可以威胁秦国 当时这个历史 非常可笑 他人都过了黄河以后 然后秦国人 从洛河一东 赶到洛河一席 这就深入到那个 关东本地去了 这个敌河秦国 搞成出作火 就像我们一收 收费 也要来 也要复活强力 这后洛河后 变成一个这样说 谁不够强 谁要灭 那么 皮肤和洛河国 都加强自己的尊业 最后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 谁的状况说 问问后 最开始有十万军队 他就觉得很强 是四十倍威胁秦 不受军队的威胁 结果秦国 可能发得到十五万部队 最后他没办法 他只能把自己的军队 挑发成三十万 这个过程呢 他总有一天要 这里显示 总有一天要崩掉 而且 他是四年初期以后 各洛河国 建立了常备军以后 刚从一个卫国 处在这个四面 受敌的位置 此后 就是到他身子以为 开始知道他灭亡 就是说 丑国在战役的历史上 是受攻击 刺受最多的这个国家 他 他兴起来战争 结果战争 全都没有了他 最后他被秦国 对没有 那么 为何他有变化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想到 最后就是 整个局势失控了以后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 魏国 他通了自己变化 通了失去攻击 通了制造的一个安全国家 最后就变成 整个中华大 也变成一个这样的局势 除非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 否则这种安全成本越来越高 但是安全这个放行越来越下降 这种局面就不能终极 那么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实际上是魏文侯开启的 就是魏文侯 他可能自己只是 稍微有点报复 稍微有点雄心 稍微想 做得比别人强一点 但是他从历史的模仿 就呼唤去一个前世皇来了 最后就是说 在共产二三五年之后 他被灭掉 成为整个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中国的上层国家机器 主要是给战争成本 这条话 这个打算是有关系的 之所以全国民众认同 这个统一 一个很基本的原因 也就是统一了以后 我们的战争成本 安全成本 想像皇帝不能帮我们种田 也不能让我们过得更好 但是可以 避免让我们在战争中 有些牺牲 是这个 那么后来 还有一个中汉的时候 汉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延安 他说了一句话 也非常非常铁血 就是说 秦始皇统一以后 全国人民传来一口信 他说了一句话叫 软软离米 得免于战国 那个孟子也说了很清楚 叫那个 真帝 一战十二十一一 真乘一战十二十一一 战国的时候 那种处境 这对此多个人都没有安全可言 所以快要也很痛的 这个时代 那么秦始皇最大的攻击 也就是这个 把战争成本这条话 那么战争成本这条话 并不是说 它那个宗旨战争 我们刚才讲的 并有王民族的战争 他最后就是 对于农民族相对有利益 把它改到长城以为去了 那么这个 此后两千年 基本上就是在长城一线 再还是理想的状态 在长城一线 并有王民族作战 那么不理想的状态 就是长城防线 就根本没有 比方说像宋的 像南卖朝时期 那个长城防线失守了 那么一失守的话 那个 那个北方民族就非常非常痛苦 那么他 他改变了战争 中国统一 他作为战争的 成本这条话的表现 第一个是 第九国民族的战争 变成一个 有公式的长期 一个持久战 而不是散天战 散天战就对于 农民族很有利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有了一个 前国现代的政坛以后 统治阶级也实现了 部分程度的整合 这就是皮克 这个逐游时期那种 那种民心的反抗日 民心的这种阴谋策划 都不成立的 那么要反抗就是 前居性的那种战争 如果你达到前居性的动作 就没办法给他们这些 就叫上圣 就没办法给他反手 那么这个就是战争的 第二个状况 就是他把战争的利益都会规模增加 但是平头上下降 这后就是 只要你没有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这个 不到一定的走之水平 不到一定的这个老百姓 感到无法容忍的这个阶段 反抗黄船的战争 就很难走之起来 那么就皮克里显示 选择其他的方式 去进行反抗 去进行协调 那么他就战争的这个频度下降了 那么这个一个很 这个在后来2000年以前 也是很明显 但是历史里面很有讽刺 就是说 在公然前21年 那个秦始皇当中统一 那么到公然前25年 仅仅12年以后 就是说 统一的那个黄船政治 向警队里面去 前属性的那种造反战争 形势就出现了 诚诚不妄就起立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 我们想要 要看这个 就是说 要令那个生产利益标准 那个使用范围保持的一定的距离 中国整个的上层政治 既是进入量 就是说 从美国比以后 就很快地成立的社会变化 成立的完备的国家集齐成的 高长度的战争和帝国 而是就是说 当初这个上层政治走址 是受到的一个基层走址 和那个扫咒那个有报复的 像双汤啊 周武王啊 这些人 联合扼上 那么最后 这个上层围的地区 还是出现了 他一个原因是 不得意 看实际情绪 我们的基地 都很清楚 他在很多地方行有 刻了很多石码上 来凝集自己的工业 其中有一点是真的 就是说 他把六五一了以后 战争层面降下了 这确实是他的一个攻击 这是一个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先行史里面 由于农民比较穷 农业升于水 就比较低 就呈现一个这样的状况 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方向 是相反的 那么在经济上看 在农业的扣伤税平常看 中国是很成功的 在春秋战互时代 大概中国人口 就已经超过了 六千万 而且整个战互的那个 投资面积 就七八十万平方公里 这么大 真的古代都是没有的 那么在变化的规模上 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但是在池的标准上 古兰和西方的那种 跨地等质的标准性 就是说 有完善的国家机器 有比较好的行政系统 而恰恰是反后来的 就根本没有了 那么在中国中国 区限了一个 一个往反 区限了一个往反政治 这个又是一个 很特殊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欧洲 那个工艺化前行 欧洲 区限了截队争主制 比较华国 这样的截队争主制 它的争主制 有非常大的力量 但是它对 并亲手往的这个 这个正传相比 它无论是管理范围 无论是正传的强度 无论是它办事的能力 无论是它财政的规模 就软软不能兵 其实是往相比 所以中国那个 国家机器非常齐可 它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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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春秋战的时代 它才还不出现 那么它一出现 现在就是西方布尔 两千年就赶不上 它的那个强度 那个正传的强度 这也很奇怪 我们知道 在古代中国史诚间 有一个很具名的概念 叫亚西亚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 它上面有一个 刚刚在上的王帝 底下是工程公司的 投席工友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是跟中国历史完全相反 就是说 在中国投席工友的时候 是没有皇帝的 甚至是 最后国家长队 都没有 国家机器 上层的国家机器 非常弱化 那么等到中国有皇帝的时候 跳跃反过来 中国的基层投席 各国工友 这个跟着都 用家庭化了 那么 前世华就有一个 很具名的政策 叫使前手自私人员 就是让每个老百姓 自己罢了多少钱 你这一天 国家都承认你私有 那么是这样一个 那么中国也就恰恰反过来 就是说 小龙经济 和皇带政治 是一起出现的 那么这个后来 佩利安德森 对马克思这个说话 有一个 有一个很详细的梳理 大家说马克思 他对 实际上普京马克思 整个18世纪 也叫19世纪 马克思在谈论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 对中国历史的资料 非常有限 他详细列出了 马克思说 如何受到贝尔尼亚 贝尔尼亚 像这个 孟德斯基欧 像那个 黑格尔 这些人的影响 而且他还考证出 马克思在很多方面 比这些人 还有所后悔 就是说 对中国认识 成了基本的实证局限 就是说 对实际的材料 去不了解 所以从这个 这个意义上看来 就是说 我们史学界 曾经很热闹的一阵 特别是七八十年来 过来清善 这个马克思主义 史学思想 那个史学界很 讨论了一阵 亚西亚生产方式 我们从我们这个描述 我们非常清楚 就是说 中国这个 投地工业 的方向政治是充实的 而且这点 和是 趋势是发展相反的 这一点 就是说非常清楚 那么在这个理念呢 就是说 如果用政治的 那个承受性 作为值的标准 作为社会面前的标准的话 那么它跟中国的 整个农业构装 的过程是相反的 中国的模样 农业构装 非常非常强大 非常非常可谓 但是它政治上 按照西方的标准 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不厚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 史学界 还是有这个很厚 一心一意前来的 政治上 把中国的先行 描述的 比较先进 而为此 不惜区解 那个 那个 刘家 这些史料 不惜区解 从地上挖出来的 这种史料 那如果从 史料的丰富性来说 就是说 在前任的历史中 中国 曾建先行史的 这个条件是最好的 那么大概讲的 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新世纪时代的 考古 已经发 发现了一万多区 那么被挖出来 此夕挖的时候 都得上千区 你看很多那个 像 像是江山五花 这种 在荷兰 被发现的 地区有上千区 像龙山五花 在山中 一个省都有上千区 巴洛文和文化 被发现的 这个地区都是六百州区 像这种丰富的材料 就是说 能够很好的重建 是先进的事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 历史发展过程中 也按照西方的标准是 政治与经济相反 质量相反 所以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 史学界 坚持政治地益 坚持质量地益 所以它这样 有反对我们先进 那个 这个 无家的这个思想 经济地益 基层周知地益 反对他们的这个 量的核张地益 那么从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很很 更重要的这个问题 所以那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 铜铁工具 进入生产过程 是非常快 在先行时期 就是说 基本上 就是无论是 铜铁工具 还是铁工具 出口的都非常少 而且实际应用过的东西 非常少 在照处的话 这个生产力也水平很低 但是它扣上了 这么大的地域 那么它只能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 成就具体去 它这不是生产力法的 而是因为 它基层周知 特别完善 特别适合于生产 特别适合于 特别适合于 农业任何的科障 特别适合于 那个农民 那个地域 农业地域的科大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只能 用高度的 豐足的 成就来解释 所以生产力 解释不了的东西 一定要从 走上来解释 它的成就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实际上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国家 比如说儒家 包括后来 虽然实现不了 但是很多 无声 两千年呢 一直坚持 那个先行的 那个 解释的思想 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说 人类的深层 还是要靠高度的合作 基本的 第一 应该有所保障 那么这个保障 要有 就是自个依托 那么 皇太政治出现以后 这个政治依托 就坏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 历长历来 就很多的 这种造反派 比方说 像近代的 这个 足利其前 吉康 就是 低汤果 活周口 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 把事情都干坏了 所以 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还有一个很深刻的状况 就是说 我们有两千年的历史 推华论 就是从中文 后来不如先前 就是说 特别不如 那个经书记载的 那个时代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它有一个很根本的道理 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我们的基层走组 歪断了以后 农民的生产 或生产挑战 变成了 就受到一种 非常强大的 这个 不坏性的力量的主导 那么这样的 人的命令 就变成不可 不可保护 那么 不仅是 普通的农民 就是皇帝 这样的强大的 那个承转 他有没有办法 保护自己的病人 那么明代的方孝如 写了一篇 一篇文章 他深履的 也就是说 那个统治阶级 也从来想起一些办法 来把他 让我们威胁 他们自己地位的 应收给消去掉 但是他们 他遍触了各种办法 这会都没有成功 那么实际上 就是说 基层走组 瓦解了以后 不见老百姓的病人 去那种不确定 就算是上级阶级的 也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理念呢 就是说 涉及到后来的一个 一个争论 因为我们国家 这个 过去的这个六十年经验呢 就非常丰富 解放田呢 基本上是延续一样 前年的小冬经济 毛时代 从五十年开始 就靠合作画 到五六年以后 基本上就是 合作画已经完成了 那么到八十年呢 八二年以后 就是 邓小平 浮小钢 万民他们 也会前面飞下去了 这样我们就有 非常不同的经验 来重新 来对照我们的历史 那么 如果说历史 能够产生历史 能够产生历史 到规定性的东西 的话 还有一个很基本的背景 就是在公益革命之前呢 农业社会里面 人们要控制自己的命人 要把握自己的命人 要能够让公益 正常的发展的话 他有什么选择方案 和什么制度方案 实际上这些问题 始终没有解决 所以第一次 实际上也去入 无理人状态 无理人状态 最后就变成 你学者个人的示好 咱们润意发挥 实际上我们国家 现在也是这样的 那么 这半年的历史 就发现 非常可笑的一种状态 就是 每个人说一套 每个人都不同于其他人的 那么实际上 此学间没有任何公私 那更要不要说 就是在公私基础上 产生的 对规律性的概念 都没有 那么很核心的地方呢 就是说 为什么产生这种方法 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在 这个基层走织 挖掘掉了以后 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发展 有两千年的努力 就一直想搞变化 把这个维护公民的 这个生产条件 生存条件稳定性 作为黄泉政治 一个一个功能 来截起来 比较著名一点 比较像像 王二世的电法里面 它就有一个清妙 清妙法就是 针对这个民间的高利贷 另外农民主要说 到青黄不解 你继续没有办法活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谈判地位就低 那么有无良的人 对他有绝对优势 那么这个时候 他有披护的公民 承担 提高了这种利息 那么这个 这个在古代的 非常强有力的一个钢 就是让很多公民 失去投币 失去投币的公民 最后 变成这个 狂战政治不停性的 一个潜在问题 所以他作为 有能量的大臣 也作为 那个古代有报复的 这个宋神中的 提下来一个 一个彩像 他们两个人活活 就想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里面 他提取一个清妙法 清妙法就是 他们官府民 也收了税收以后 有一些物理 来就在各个地方 那么他就用这笔 资金来做的这个 垫底 向老百姓 来放这个 他们放高利贷 当然他们的高利贷 比起仍然低准 那个民间的 他也要做百分之二十 那么这个放的过程中呢 就是他有一个 很根本的东西 解决不了 所以说从官府 到老百姓 家庭 这个环节 他找到了这个 强有力的意图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放下去以后 就是说很多人在中间 人鼓励 比方说那个 他要 他的方式 有保夹这个 这个机制 那么 包厂可能自己 在这个百分之二十上面 要加成 或者说 包厂自己拿了以后 再第二次放 或者 就是说有些人不要 那包厂 必须他要 最后就是说 他在里面可以 可以得到自己的东西 那么最后 发言也好 如教也好 你要搞几年制 那也有一个管理机构 这么解决的问题 那么 发言你要限制资本 对于老百姓的审判 也有一个 来自行机构的问题 他方向都碰到这个问题上 解决不了 就是说 在盘工统治阶级的 它那个环节里面 统治经验里面 它这个问题始终是估计的 所以两千年很多知识人 的前伏后继 其中各种办法 无一地外的 前伏失败 那么最后也就是 最近的一次经验呢 就是 共产党革命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说 盘工的统治阶级 对一个 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叫信任 那些有身旺的 有能力的 就是说 或者有文化 这么一些人 要依靠这些人办事 那么共产党干革命的时候 恰不吸引不了这些人 凡是地方呢 有时候呢 在这个社会阶梯上 排列的比较靠前的人 多说不参加革命 或者说参加革命的时候 也是三心二意 那么这样呢 共产党不得不依赖 就是说 没有文化的人的办事 那么这个里面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 共产党不具备 他的传统统治方式 来连续统治这样一种条件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共产党还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一走上景帮山的时候啊 他就特别穷困 我们知道就是 景帮山这个地方 他非常小 他就是人口不满两千 产党不满万代 这个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秋德奇 这个打了败堂 还有一帮人 在茂图宫里 到下上了景帮山以后 过了几个月以后 讨好打光了以后 虽然一看状况 就是连这个尊项就发不出来 最后就是 发生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大家用饭吃 这就是攻击制 从尊长当代面 开始 到普通的视频 大家都一样 那么这个 破掉了这个 传统装置方式里面 一个根本的东西 无论刺激 按照报酬的分等级 这都没有了 那么第二个 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红尊是非常弱势的 旁边都是非常强大的法律 那么他就不注意挑战 向农民施加压力 批合农民来交出一种状态 他必须想起一切办法来 吸引这个农民 让农民自觉自然的来支持红尊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看法 就是说 我们要让农民成为我们的靠山 那么成了靠山的同学 又能压着它 批合它 而是很动乱 那么这样就只能体验 按照农民自己的意愿来体现 那么在红尊内部里是这样 就是红尊本身 他作为一个 比如说 图代医的那个 解放前确实有当兵赤的样子 来帮助一个职业来当兵 红尊连这个条件就发不到 那么这后没办法就是 只能提发这个士兵的那个自觉性 那么提发自觉性里面 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就是 让士兵反正加入红尊 不是一种耗费 不是一种耗费 而是办他自己的事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就是说 政治上必须平等 那么就是说 最后就是说 毛泽东们 你们不得意为了生成 其他的人为了 为了生成 为了发展下去 也不得不赞同这个条件 那么最后我把它称为扁平化 那么这扁平化 就是对传统统治方式的一个 很根本性的革命 一个就是他在分配上 经济利益的分配去相对尊敬 它也不是绝对尊敬 工具制里面 还有大招小招中招 都差别了 但差别比较小 就是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政治传递上也是相对尊敬的 那么这个就是 当时成为三大民主 对经济民主 政治民主 对这个尊敬民主 对这个尊敬民主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他的官司们 对统治方式的革命以后 就对那个 对这个 对这个 红人战子也好 对那个 各个地方的农民也好 就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那么在东城这样一个地区 就是恰恰是 不以传统统治方式的 各种各种手段 各种强制性 为条件 才能够实现 就是说 对国民的 人民无理自然的动员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应该说 共产党里面 不是很多人都疼异的 但是在解放前呢 逼不得为 电脑都保持一声 因为 谁要处理权动的话 谁就没办法生产 或者在抗战时期间 就更比较 谁要是穿的衣服 电脑性不一样 你可能就有 被炮到里面 那日本枪口标准的威胁 所以大家都不能讲讨厌 越电脑性一样 越好 越安全 基本上是这个 那么这个方式 后来共产党 带了解放过 我们知道 就是说 历朝历代 在 走资农民的走资上面 就都是很失败 但是共产党 这个事情就要说成功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说共产党的成功 是有条件的 那么最成功的时候 实际上是 我们今天也很肯定的想 普及 普及 初衷教育 普及 合作医疗 这样一些方式 刚才我们在下面谈的时候 以前谈到 这两个最成功的制度 都没有提供 中国中央讨论 讨论通过 也不是毛泽东 本人提出来 而是非常卑微的 从来把它 已经在实践中提出了 这样说 建国时候我们办教育的时候 实际上 那六十年的时候 很多小孩不能上学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到文革期间来 是我们国家的 这个统治阶级 精英阶层 最宝费的时候 既不能讲条件 又不能要好处的时候 那么这些基层的 那个创造性 就成功了 那么 那么 而且就是 并然不是巧合 这两个制度 被全国性的推行 而且取得很大 所以它都是文革在 在行事区务的以后 1968年年底的事儿 我们知道是 1968年9月份 全国三国一片屋 国立的省市各位的 都成立了 那么到12月 11月份的时候 人民报发展了 这个三中两个 小学教师的建议 当时叫何王建议 一个老师姓何 一个老师姓我 这个老师叫建议 也就是说 我们国家现在很多 小孩上到学 他建议 国家可以少投资 把小朋友交给 打个公司去办 老师就不拿工资 跟那个普通的那个 可以普通的那个 社会一样 计分工程 结果这个制度 在文革报上 讨论了 讨论了 十五天 全国国际 风起响应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教育部的高官们 后来编的一本书 叫方代中国的教育 他在里面 报道说 很多教师 对小方的农村 感到受了很大的疼爱 为什么呢 教育 以前的工资不能够 收入少了很多 但是我们前国的教育 就是这样处计起来的 我非常典型 就是我们老家 以我为敬 比我年龄大小的人 接到多数人 是不实质的 比我年龄小的人 是接到多数人 是实质的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差别在何王建立 开始在我们的地方实施 我记得我们那个大学 我们那个大学 是测了两个 一个有限人家的尺堂 一个底线人家的尺堂 把这两个尺堂 就建了一块 建了五分年级的那个教室 然后大学里面 在强行推行 然后每一个小孩都得上学 谁不上学都不行 好 我们的地方就是 基本上比较温和 比较说 也加一个女孩 他父母不让他上学 基本上 没办法干部 就批评上去 思想落后 这样一个动人的方式 后来那个 斯派的研究员叫陈彦 他告诉我 他说三纪人特意 他说有一次 他们这个小学里面 那女孩也来上学 他的大队干部 他们带了两次口信 将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女孩的姑娘 刚刚来上学 结果第三天还没来 这个书记 要派一个名兵 背一支枪 来上他们家去 访问一下 然后 喷儿要上学 是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看到 这个里面 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说 像教育 医院医院 这种公共运行 他之所以 就是说人家 得到在那么穷的情况下 他一个最后的小学就是 对精英阶层的 特权和利益 超额的利益进入过多 他也不是完全过多 后来这个 制度承受的时候 是这样 就是说那个 乌本省的政治规律 是 民伴教师 这个制度医生的待遇 不低于大的干部 然后也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 比大的干部 状况要好一点 就是说 当时因为 为什么呢 整个财政出钱 每一个民伴教师 每一个制度医生 每个月是 给六台钱不贴 这个 跟当时那个 半专业干部 是一样的 当时这个 人民公司里面 聘用很多 这个半专业干部 比较说像资宝人 水艺员 这些 这些人是 既成功的 大六台钱不贴 所以在毛时代 这个 基产政出钱 能够维持得比较好 一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低成本 他的低成本 一个很基本的原因 就是这些有技术的 有地位的 这些人才不能够高兴 那么文革搞完以后 这个大的干部 那就不用说了 他在我们的地方 就变成包围 就住在生产队里面 给生产一起劳动 而且是派班 我记得大队干部 在我们的生产队里面 每天他要 如果想回去的话 他一定要吃完碗 搬起来 回去或生产 因为他的口粮 在我们的生产队 他如果回家去吃饭的话 就占他们家人的口粮 还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农民 这一天 他必须 必须结结实实地 从老到晚 跟农民混在一块 那么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我们再看这个 儒家和华家不足的地方 就很明显 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 叫做被击沉了 而且受到非常庞大的 这个联系农民 支援农民 打交的这个 支援这个 行政政策 这个群体 采取办法 我们知道 毛主带的办法 今天的很多 自由派人是不接受 英文医保 阶级斗争 用阶级斗争 去弄运动 这种政治压力 比如说精英精神 老老实实 这个他们有很大理解 那么后来 像当代中国的校育 当代中国的医疗 这都是当年校育部 卫生部的高官们写的 再写到我们这个今天 实际上全世界里头认定 这两个创行是非常 有非常大的价值 在中国那么群的地方 让那么多的人受教育 那么多的人有医疗保障 但是我们这两个部门的高官 就是有意见 还有什么意见呢 比方说 我们刚刚提到 教育部的意见是说 让我们在教师 丧失了很多命运 那么医疗的部门 更感谢 他整个一本书 将近七八十万只提到 他一提到的时候就是说 这个当时搞万一阵 浮复光风调研 不足备的才能开始搞 这个如果说调研不足 那确实很很 这个很切磋实际 但是说不能搞 我相信很多农民 包括我们在这里 很多人都不同意 因为农民有非常强烈的 亂网 而且有很很强烈的需求 那么从人力自然 物理自然 当时的条件看 确实不能完全满足的 我们才需要 但是部分需要 总是可以满足的 而且 越是只满足 部分需要的话 他们说明 它的边际效果就越高 越是价格大 不是不能办 而是应该 应该深刻的办 那么 那么这个东西能够在文革中间办起来 而且在文革中间办起来 而且在文革以后 丧失掉 这个在在历史上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练习的意义的 就是说在所有所有时代 包括独家 他有那样很轻 轻轻轻轻轻轻的那种那种 那种那种 那种弱体意识 他都不能做到 就是说要对极 经济成绩相对波动 让它的特权 让它的传逆 让它的意义最小化 因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 只要你来个时代 能够做到这一点 不要求你很高明的人 就说像那个山中的 有个教师 姓胡老师 龙老师 他们就提到 只要你能够具备消费活动的条件 在外的条件 从外条件 那么他们就能够 非常维护周到的那些人 就能够把那个 把这个 制作创新就完成 然后呢 就非常可笑的事情 这么重的 作为变革 这么重大的成效 竟然没有 这么主要的这个决议 它只在人民日报 上讨论了半个月 然后全部合力 就封其人员 来想议 就把这个事办成了 所以啊 这个基础性的 作为条件 就是说 跟正式的制度和部门 是有冲突的 我们的那个卫生部 教育部反对这个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审判他们的部门利益 审判到部门管理的 相关从业人员的利益 他们的部门只要一设立 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就是本部门的利益 这道话 本部门从业人员的利益 这道话 他只要把这个目标一确定 合作力量 就肯定要被他们的费血了 教育肯定要被他们的 方式方化了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呢 就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在低成本 在这个非常低收入的 这个生产方式中间 怎么样 新的技术 人们最切合 切身的痛苦 来解决掉 这个跟正会化的 行政部门的认读逻辑 完全是相关 如果要他们做的话 那就是要都给投资 都给钱 才能办 钱给少 博办 或者是扫办 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在人的地市场 就是说 人的在文革中间办成 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了 就是如果不能像 对经阶层事情相对不良的话 那么反过来就是说 你才最需要的那些制度 实际上有没有办法维持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整个地市 按居下的系统 那就是 是一条下部 开始的状况还是很好 罢工 对吧 实在最后不行了 变成小康 几年之海 他会发不受 东西还能解决 他也不支不易 那么到 几年之中 我们维持 这就变成卖市了 最后就是说 我们瑜伽道家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医院 从中国两千年历史看 也确实远 也都一年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们忽辱了两千年 他自己 忍受了这个 痛苦两千年 那么后来的 我们我们看了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就是像小平这样的同志 他们也都不想解决 实际上是这样 而且就是 在76年 新任法 也有行办案工的时候 说小平方 就对我们 每个合作一两个 一个评论 社会主义 办了共产主义的事 这是他们说 这个佛华工的一个依据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 如果说农业社会 有什么规矩的话 有个基本的规矩就是 就是同志阶级 在相对不够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那么 多数人的这个生存状态 是有意图的 不管儒家 两千年来 儒生有这么真诚的伙伴 几年制 但是他们一次也 就有一个 一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 他们从来不涉及 这些问题 后来 毛泽东批判 孔夫斯在这 说他那个教的学生 无分实习不行 动动的想着 学而优者是 对吧 那么孟子 就说了 就是说一个 一个市应该得多少钱 还描述了那个 那个 学位制 和那个 薪酬制度是怎么样 总而言之 因为他们自己 突然以放弃高兴 所以他们自己 就不肯提出的 就无论如何 在他们的事业里面 在他们的本能 局限里面 就提不出 如何实现 对金融结构的 相对剥处的问题 而如果提不出 相对剥处的问题 实际上 这些社会的基础性的 生产条件 是不很完善的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小型经济 有那么长的生命力 实际上 它不是因为它 生命力强 而是因为 超越小型经济的 这个条件 不容易达到 那么我们在中的历史上 当然看到这么一道 那么从这个里面 可以分泛回去看 这条件的历史 就是说如果历史 真的缠成名的话 那么很显然 这个历史学家的 那个觉悟要提高 而不是说 他水平要提高 那么我们看到 这二十年上来 就是按小平同志的这个 结尾 就是教育 面向现代化 面向国际 面向未来 确实是 我们现在研究 现在是基本上 对西方的标准结果 但是非常可惜 非常遗憾的是 他们中国的历史的识据 跟问题 基本的问题 历史都被他们抛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方面 它实际上 比辱家还不如后 辱家至少承认 没有几年级的生产方式不完的 但是他们连这个都承认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 它有犯了一种非常 非常没有依据的 所谓的历史进步的原因 他说这个好像是 生产力进步的 我们刚才想 至少在掀起那一段 而生产力也没有依据 对吧 那么第二个说 博学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这个圣米产生多了 但是我们看到 传统比较千多年难 这个圣米没有整 特别是到外星人以后 人口增加 就是说 超过了中国这个片地 来得到十度人口 那么人们口地去下降 接到多岁 没有办法生成 那么千千万万的农民 这个心里面搞坏的 要遍天的这种愿望 我们中国革命 之所以能成功 共产党人 之所以能够建设新中国 建设政权 无非是看到了 农民的反抗愿望 对吧 那么在警察三世的一些 探索的重要性 无非是发现了 而且适应了 就是说 在农民这样一个 非常穷困的社区里 怎样建立一个 一套有效的走势系统 把农民的反抗胀了 变成一个有效的 这个人力不力自然支持 然后就是走势系 一呼强大的那种 那种造反力 埋葬旧统治阶级 那么埋葬旧统治阶级的第一步 是埋葬旧的统治方式 那么今天进行的是一个 统治方式革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上炒一下 我写了很多文章 就是讲这个统治方式革命 是怎么造成的 那么在这个理解呢 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学界 在原理西方的理论的时候 它非常强调的是正规化 正规化的东西 实际上只有一个 一个就是非常规范的行政管理 这基本上就是科典化的 官员叫专业化 叫科典的高梯 而且就是说在这种区域里面 就是说有上层控制下层 这是第一个制度化方式 第二个就是市场化方式 那么在中国工程 直到今天还仍然是 就是说按照文贵权教授的说法 是政府司令市场司令 你用规范化的这两种方式 都不合得在农村区的效果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毛泽东当时之所以 就是说采取农村包围层次的方式 来建设的根据体 其实也看到了一个统治阶级的 弱点和单纯 就是说你们就算 按照你们的那种监光 按照你们的那个本能的先 就算你们的头土地 你们就想出办法 怎么动然动力的 人力物理 那么要动然动力的物理 人力物理 必须拿到传统化 传统的这个统治方式 统治经验通通抛弃 那么新社会的时候 这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说还是要走出这个曲线 不仅是叫做在川普的农界时代 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工艺化时代 就只要是很 不要说在中国这样穷困的国家 就是很发达的国家 它总有很多地方 是上层 控制下层 没办法控制 只要没办法控制 它还要回到那个老地方去 吸引别人 从新地里面支持它 那么吸引别人 也没有什么高招 实际上就是 孩子老的这个方式 老家的方式 我给你是一天 他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大家共同投资 那么日本的这个年工系列制 这个学者的结构就是 资本的逻辑 因为它这边整个企业是要盈利的 这个是知道资本的逻辑 那么它在企业里面 那个无法监督的那个高担软工 比如说技术不干 万一不干 市场不干这些人 它没办法他们的监督法 它也只好对它实施家的原理 叫做你家人 用这个来吸引它 吸引这些人 抛弃当前的利益 看场面的利益 把自己的签处 跟自己的企业的签处 连续在一起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不仅是这样 就是说在 在英国早期那个工业化时期 因为很多英国农民 讨厌进工厂 收监工法管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也很高很多 他这个词来讲 能够翻译 一个叫负爱主义 一个叫负传证 所以我一定有很多方法 来关心农民 比如说 帮他介绍各家人 请他吃饭的理由 和很多娱乐活动 基本上就是 把周公自立 卓越那套 要搬一些地过去 吸引了农民 从家庭 从社区里面走出来 全样的工夫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越是那种对立的地方 越是那个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 就是说这个关系 是一种毛鼠 看起来的地方 实际上 那个反向的这个认动 反向的这个 做反向的这个 制度革新的成就 是越高 越必要 从这个意义上看 也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 管理的处境和困境 像上午NR教授 在这里讲 我看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他在评论讲 美国是用竞争的国际 来困制世界 莫迪斯毛旭 自己最大的利益 那么在毛旭 增发的利益上 因为它是低世界 有金融优势 有多种优势 那么他们用这种优势 来挖解其他人的防复 能力 来实验自己的利益 最大方 但是中国的同志 这些 就专门讲 这个事情不存在 要解开这些东西 照理说 这帮人都 鼓吹市场经济起家的 应该对竞争的国际 非常完善 那么国际关系之间 本身是一个竞争性的 没有合作 至少就是说 没有家的原理 使用的这个领域 应该是非常清晰 但是他们不应 反而是像 固有之相 这样的 很边缘的 非主流的 用竞争的国际 去分析 那个国际关系 那么在这里面 实际上 无非提示到建筑状态 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很直接 分析第一世界的公主性 公主利益更多一些 日本国的下层的 这个定义更少一些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 近代史里面 一个 一个 常见的现象 像慈禧太后说 让中华之物理 结余国之关系 那么 讲件事是说 这个 王国是日本人 有文国的 我可以当 那么 在中国 你这个国家 就是说 你要真的要实验竞争 在并扎而胜之 的话 也只有一个 就是说 要对今天 今天要让步 如果人主动让步 是最好的 如果国人主动让步 的话 那还想 和公共主动让你 要斗争情绪 逼迫那种 如果今天能不能让步 的话 整个中国 就是说 是一个 挖掘的状态 那么我们看来 就是整个 现在的状态 就非常清楚 就是下层阶级 很震奔 那个统治阶级 那么他毕业震奔统治阶级 他反而 发生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特略的偏向 他略觉得 那个美国很轻 然后往上很多右派 自由派 很密切的那种方式 他唱到一个词 叫爱国贼 为什么爱国贼 你只要说 中国跟美国第一不同 他意外说 好像美国 不是咱们的母友了 他平常看到的是 美国批评中国政府 他实际上 他也可振奔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 他对中国的政府 对中国的上层阶级 有越振奔 他就对万民打击 打压 中国各种行为 感觉到越是亲切 所以最后他 美国抬升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非常 含有全界的高养力 这样的一个地位去 那么统治阶级本身 他这个有非常反常的现象 他是感觉到 跟第一世界很亲 那么你看到 这受害者和受益者 两个人找到共同性 都要可以美国 保持一致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实际上它有非常不同的东西 那么整个中国的 要竞争 要整合的话 有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说 西城的反方力量要下降 那么这个是从古代以来 就是一直是人类生成的 一个发法 美国人类学家斯大林斯 有说 就说像 人类从猴子那边 方才进化而来 跟软人 跟那个心心软人相比 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化 就是什么 人类把内部的竞争成本 最大化的 你像猴子 或者心心这一种 我不要说 它在两性关系上 它是竞争性的 它在实物上是尽能尽的 那么人类从旧世纪 世纪时代 那个自任时代 能够到后来 暂自前世纪这个圣经 从这个来的 就是把婚姻制度 就是制度化 以非能缺制 在最后落实了 那么那个 在食物竞争上 也是最小化 那么落实为 呃 因此的共产主义 对吧 那么中国的这个农民 包括这个 孤国特的农居 那么 战斗华尔的大学生 花油米的赶出去 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吸塵手织 这个吸塵手织有两个阶段 按独家的触发 最开始是情境活动的卡通阶段 或者卡通分配 分配的还有景年制 景年制是土地公有 但是家庭冰重 三年的一个万多亿租 基本上是这个 那么有一个这几年的活动 那么中国人口在战略时期 就到了五千万 那么这到了两千万以后 这是非常恐怕的一个事物 就算我打当失败了 我还没生存下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是说全人类为一的 对游户民族 就是说守住了自己的基本防线 然后文明没有中断 那就是中国 那么到后来 就是说到晚清以后 就是因为中国人口 其实就增加 那么少数人懂得生产资源 对多少人的生产状态 审害 加个科大 那么这又导致了很多的那种人口 局极度不满这种状态 那毛主席在那个 涂兰农民人口的报告里面 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说千千万万的农民都起来 他们将发一切 走外他们的那些市民 和藏民族的墨上 遵法 也都 帝国主义都要被他们藏据的墨 那么这种强大的不满 从半年提示 就是说中国必须活着才能生产 那我们看来的解放后 就是说像中国当中过后的时候 因为上下一致 所以对世界第一强国 顶得他一把拳铺送国 在朝鲜战兰 为了做的 我们该去战争 把它打出去 那么从184年以后 就是一直威胁中国生产 中华民族生产的 套兰政策 此后就无效了 那么到中间二十多年 就是说美国 他想要通过封锁中国的方式 来走外中国的话 但是通过内部上下于事 虽然毛泽东天天讲阶级斗争 实际上从整个人的历史 毛时代的阶级斗争 是最晚的 为什么这么说 实际上像我们刚才讲的 叫做病毒命伏 像回夺医疗 这个民伴教师 对他们都是相对剥夺的 他们那个客战和利益都非常小的 但是他们提供的服务确实是对 整个国民呢 无论是治理 还是那个体质的 那个进步都是很明显的 那么在整个毛泽东时代 就是说真正就是可以 按今天的标准 可以算小字白领这个阶层 有点特循 生活很有毛泽 如果你在社会上没有影响 这种人超过一百万 你六亿六七亿人和他 统治阶级就超过一百万 你可以想象那个老百姓负担之轻 所以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面 找到学的地图是七小二 当然这个得罪了很多基因阶层 我们看到就是 刚刚我们讲了基因阶层后 会议的时候就觉得 越是平民阶层的成就 那么越觉得是一个同志 是一个佛报公布 是一个社会主义半生 共产主义的事情 这个自作于半生 当然是让同志阶级 让基因阶层的利益这一番话 那么只有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作为一个落后国家 才有可能竞争 才有可能进步 才有可能在全人类之力 赶如刷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这从八年来以后 我们就看到就是 非常明显的趋势 另一样的品牌就是 超光养晦 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不竞争 就是永久的不竞争 对吧 那么现在的方法是 基本上是当社会无畏的 什么话有什么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 GP受识就一路在上升 但是发音反一路在下降 这是非常奇特的事情 那么这种转变提示 向我们这种比较平稳 很多的国家 竞争一定是要给先进国家 反而来 他们搞市场话 我们要搞国的话 他们搞国程之后 我们一定要搞相对国度 他们搞的统治业绩 也就是说 这个药物扬威 以涮药物人 让吸引他们的下层 他们这个方式来提高 他们的利润 我们一定要反而来 搞上涯重誉 从这个意义上看 也就是说 从专国以来 人类在大自然竞争中 发展出来的 基本智慧 然后基底高有活动 永远不会过时 那么我们先进 就包着这个木头的农具 就是因为 依靠一个紧密活动的走势 那么在前人类 历史上的第一次 就得到 这块的一层 云口困障 就得到战路时期 虽然想不残杀 死了不少人 但我们还有两千万人 还有的地方来给我们 也感到长期以为去 那么此后 就是说 中国历史 对西方历史 有个不同的 开刹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意 我们有巨大的论坡 虽然我们常常 完全失手了 但是我们还会 向交转扩张 这样我们今天在这里 谈的先行的时候 还依静比较充满 空自协的这个东西 我们还能夺用 这在西方历史上 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比方说像那个 像金融人一百万十五 像那个 像那个 埃及有点罗斯塔碑 那前世纪都不超过五十人 那也说到底 就是说有超多的钱 就是 养的那些什么 股份的专家 曾经去琢磨 他琢磨出来的这个机构 但是琢磨了 你也没有 我们不清楚 我强自己自华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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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